收藏城乡不是人人有能力 有人收藏城乡原木 有人爱上城乡雕刻 而有更多人则是把城乡切模 制成佛珠 串成手环 随身携带 城乡佛珠价格不一 内行看门道 外行则凑热闹 画面上这三串佛珠手环 每粒佛珠直径都是1.6公分 每串都有14颗城乡木 每串都有14颗城乡珠 外观看起来大小一样 只有颜色不同 称重量会不会沉水 可以初步判断出价值 20.7颗 二号是25.2颗 三号是31.1 越准的越好 越准它油脂越多 除非是人为造假重量 否则沉香了好坏 在大小数量完全相同的条件之下 重量越重越有价值 再从沉不沉水来判断 同一个产地 同一个规格 用水这个检测它的价格 当然重量和沉不沉水 只是检验沉香价值的方法之一 辨别沉香价格 也可以直接燃烧沉香 闻它的香味 香味辨别各有所好 好的沉香 它的香味可以在一定的距离外 就清新可闻 甚至还具有穿透性 总之 辨别沉香学问很大 要买要收藏 别冲动 多看多听再出手 台湾艺术台沉香专题报道 明镜专题报道 谢谢观看